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对头今天算一个月 以往我们都跟大家分享过 在神韵演出当中 不同的人对演出的内容概念和他那种反应 我也跟大家讲过 可能这段时间有朋友也注意到 可能说涛哥怎么做节目 有的时候偷懒啊什么这 我个人其实对神韵是非常崇拜了 所以当有机会能够往跟前凑合凑合的时候 我就愿意凑合凑合 那时间就这么多 往那凑合去了 那节目上请大家多包涵 但是有一点啊 后面咱们节目 咱们就全身心的跟大家多做节目 分享节目 因为在我这个地方呢 我住的地方呢 神韵演出已经演过去了 所以基本上我也就没办法跟人家凑近会儿 那在这今年我注意到 在各地呢 有一个特点就是中国人 大陆人 大陆人 从大陆来到北美的朋友 相当多看节目的 这个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解释了 这个是一种现象了 这种现象表现出来 那很多朋友去突破了这种内心中的恐惧 可以这么讲 突破了内心中的恐惧 来到底想知道这些中国人在演什么 其实我印象中曾经跟大家提醒过 推背图 推背图里面曾有意图 一个女孩 说这个女子呢 自西方来 但这个女孩是东方人的装俗 谈皮吧 那脚下放着一只弓 另外一侧一只玉兔 这是我曾经跟大家提醒过的 对吧 开宫没有回头见 我们也跟大家讲过 这个现在成为了现在的很多人用的这个词 我曾经讲过 我说宫 有宫无见 说明有冲突 但最终顺天意者 得天下 有宫无见 伤不着人 当然你可以说 有宫无见 是那把剑射出去了 开宫没有回头见 这个完全可以这么解释 对不对 把所有的剑射没了 也没见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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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么来 来 你甭管是小道算命来讲 你从大的事情来讲 我们是可以这么解释 但是现在都应了这句话了 习近平也说了 开宫没有回头见 但宫是落在地上 说明了 就是我说的 顺天意而为之 是能做成的 做成之后是什么 玉兔 代表着和平 代表着天下大同 渡过此难 代表天下大同 而如何渡过此难 我在节目当中 也跟大家分享过一个说法 民主与法治 如何改变人心 这是有问题的 这是对中国人的挑战 对中国社会的巨大挑战 而在今天大变革的年代当中 这不只是变革了 我说 在抛弃中共的过程中 在我的眼睛里就是 你相信不相信人性的力量 这是对每一个人的考验 如果你不相信人性的力量 那两口子在一起 老公就不能信老婆 老婆就不能信老公 因为夫妻之间 在今天充满欲望的社会当中 他靠他们维系的 只能是人性的力量 在维系着家庭的平和 与家庭的相互尊重 夫妻之间的相互敬重 相互尊重 你不能给他拴上 两个星期前 一个星期前 网上扔张照片 对吧 一个老爷们 被自己的老婆 拿剪子给咔嚓了 那老爷们 吃身裸体 满身是鞋 在外头打老婆 在马路上打老婆 好像是这么提赖 说给咔嚓完了 也不给扔到哪儿了 那原因就是我刚才说的原因 夫妻之间不能相互尊重 老婆给疯了 就给干了 就给咔嚓了 剪子到处买 要老这么干 以后买剪子都得实名制 你别乐 我跟你说 你别乐 这社会就走到这份上了 所以我才提到说 你相信不相信人性的力量 你会发觉 在真实的社会当中 我们再靠着这样的力量 去维系着现在 非常脆弱与微薄的社会关系 而很多骗子 中共的体制 却在利用人性的概念进行欺骗 拿手 这是在生意场中到处都是吧 坑朋友 生意场到处都是吧 在酒馆里你听到就是 哥们你不信我 你还能信谁的 这东西最不能相信 你听到到处都是这话 喝的 现在喝点RD的 RD的就是 二国头 北京人 喝点RD的 喝完RD的就开始说 哥们你要不信我 你才信谁呢 喝完酒就说这话 喝完酒就说这话 用信任作为欺骗的一种手段 用信任作为欺骗本身的基础 彻底摧毁中国人的 在这种利益的社会当中 欲望的社会当中 摧毁着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 所以人人自闭 人人都是在煎熬中 那如何才能够回来呢 恢复呢 回到刚才推背图 我说了 那是一个东方女子 弹着皮吧 却从西方而来 你可以不认同啊 咱现在话说的这儿 但是在我的眼睛里 在我的眼睛里 神运演出所展现出来的价值 价值观所展现出来的那一幕 就是推背图当中 我看到的这一幕 神运艺术团里面有皮吧 全是东方的女子 神运艺术团的基地 在美国 纽约 来自于西方 传递的是中国人 对真正人与生命的概念 人与神之间的连洽 当人懂得人的价值的时候 就不用弓箭 放弃仇恨 放弃武力 放弃相互之间的才艺 拥有着相鱼兔般的人与人之间的 平和的社会环境 进入了中国社会的大同 推背图 没有人在事先能够说清楚我 有金探探的解释 有这样的说法 有那样的说法 但推背图就一直说不清楚 它来自于唐朝 神运艺术团在过去的一个月里面 正好在加拿大的巡回演出 整个的加拿大东部和西部的巡回演出结束 这期节目跟大家分享两个人 一个是加拿大最大城市的多伦多的管权业队的指挥 他看过第二次看神运演出 他的感叹 和一个来自于大陆的第一次看神运演出 夫妇两个人的感触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inspired by an ancient culture mesmerizing vigorous physicality beautiful a nimble master 5,000 years of Chinese music and dance Shen Yun presents authentic Chinese culture Experience the divine Experience Shen Yun 神运在加拿大东部的巡回演出再创辉煌 一共是7个城市 26场 首先跟大家分享的是 多伦多管弦乐队的这个著名指挥 这个人叫凯瑞 他说幽默贯穿了整场的演出 他接受采访时说 今天是我第二次看神运演出 同行是冤奸 这是一个普世价值 对不对 但作为专业人士 作为一个这样的人 他肯去 怎么讲 屈期 自己愿意再看第二遍 甚至第三遍 第四遍 也就说明神运所展现出来的 他是专业水平 和展现出来音乐内在 艺术内在的价值 是这位专业艺术家 著名指挥家 自己从来没有经受过的 才会值得他这么做 对不对 Kerry讲 在舞台上的能量 一个接一个的辐射到这里 那我今天有一个重大的发现 上一次没有体察到 就是幽默贯穿了整场的演出 这种幽默 却简单明了 而每个观众都能看懂 展现的是东方文化 展现的是东方生命的理念 但是折服了西方人 折服了西方某些相当多的 有教养的人 有修养的人 对生命有所认识的人 那Kerry讲 神韵天目 无可比拟的神奇 天衣无缝 我相信工作人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而他们运作的 却如此的自如应心得手 那作为音乐家 他是管弦乐队的指挥 多伦多的 他自己这么赞与现场的乐团 他说 我可以听得出 乐团里有非常多的高手 是独奏的高手 中国的二胡 跟西方的长号合奏在一起 完美无暇 太动听了 所以在他看来 几代人对古典音乐的关注 走到了今天 今天的关注在走向萎缩 但是我认为神韵艺术团 找到了古典音乐 承传的新路子 然后他提到说 当我听到二胡和双黄管乐器的结合时 实在是让我感到惊叹 因为今天所有的中国民间乐器 和西洋乐器的结合 对我来讲是全新的 毕竟我不可能经常听到他们的演奏 我们通常是就地取材的 但这样的结合 实在是太难能可贵了 而且音乐效果好极了 引人入胜 那个能够把中国和西方乐器 结合在一起的设计者 是个绝对的天才 天才不是人中的 对吧 天才不是人中的 文艺复兴时期的三节 后面的人再也追不上他们 只能画他们的 只能雕塑他们的 对不对 米开朗基罗雕塑大卫的时候 才二十几岁的 那他还讲说 神韵演出的精彩 难以一一尽数 故事幽默 音乐和谐 乐耳 舞蹈更不用说了 飘若天仙 雅乐传神 整体呈现出非常非常的完美与流畅 那令他来讲 他说 我会向所有的观众推荐神韵 他们来了 就会有一个全新的艺术感受 每一个人都应该好好地去了解神韵 去体验这不一样的艺术的感受 我再提醒大家 他是加拿大最大的城市 多伦多的管弦乐团的指挥 作为专业人士 他对乐器的理解 他对乐器 就是中国人的乐器 与西方的乐器 结合在一起 所展现出来的价值 所展现出来的艺术的成分 在他的概念当中 那是天才 那不是人作 那另外一个 大陆的移民 第一次看神韵演出时 直接讲 神韵从根本上归正了民族的正气 神韵这今年是第九年演出了 但对他们来讲 却是第一次 那在这位姓江的先生 和太太姓王的女士的眼睛里认为 神韵中国文化味儿非常浓 看我们中华的文化令人振奋 骄傲也很吃惊 完全没想到 在西方的社会当中 却有这么大型的演出 如此的成功 王女士讲说 更震撼的就是很多人想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 演出那么逼真 将传统与历史呈现在舞台上 真实的呈现在舞台上 我从来没见过 而她觉得说 整个舞台演出的最大的价值观就是善 她说展现出一种善 善必然是有善报的 她呈现出的主题和精神内涵 是中国人的传统 是中国的传统 能够打动人心 能够让人振奋 能够特别是在外国的舞台上 让人感到极其的震撼 而她的先生明确讲 神韵展现出来的内在的本质和价值 它不仅仅是传统的根 传统文化的根 是我们民族的根 是我们自己的根 真善忍是我们的根 这是一个人的基本素养 我记得原来我跟大家讲过 在一个社会当中 在一个社会的环境当中 把真善忍三个字 放在上面 放在媒体中 放在那些主持电视的人的嘴中 去批判 是人吗 大家想想 是人吗 他可以做 他甚至在一段时间里可以做成 他要不是魔鬼 那才邪门的 在江先生的眼睛里 今天中国大陆事风日下 唯利是图 真正能够从根本上去整治的 能够改变的 他说只有像神韵这样做才可能 因为文化是民族的根 那神韵的演出就是把中国文化的根 民族的根再回归再往回找 带动人的心灵的洗涤与净化 整个社会才能被净化 那夫妇两个人讲 现在的中国就是需要神韵这样的 就中国在这个关口上 就是需要这样正的力量 人心善的回归 是因为在过去的时间里 人们对金钱的崇拜摧毁了一切 摧毁了中国社会道德的规范 以及沦丧了整个中国社会 神韵本身展现出来的价值 就是唤醒人对心灵纯净的追求 人就是要向善 神韵正起的这样一个作用 江先生也讲说 从来我没想到过 神韵会这么成功的 以前听说过 我的西方同事跟我说 这个演出很好 但还不知道如何 结果来一看 亲自来看 非常吃惊 然后他自己也嘲讽自己了 他说咱们自己的文化 讲他自己 咱们自己的文化 却被西方人来介绍 我才过来看 多少是很尴尬的 那后面他讲的是非常长了 特别他提到一点说 他说国内的社会太俗气 一切都是物质 然后他提到了问题 你我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你我是怎么来的 这必定是有天意的安排 比你要高的生命 一定是存在 这就使得人们去相信 是自己是怎么来的 如果难道人真的相信 自己是从石头子里蹦出来 那说这话 听起来 这个话是北方人的话 嘎呗蹦出来的 石头子里跳出来 猴变 高级动物 这就是我跟另外一期节目当中我说了 别糟蹋自己 还高级 动我 别糟蹋自己 在这个姓江的先生的眼睛里 后面说 人的来源 生命的真谛 每一个人都应该想想 我们为什么作为人来到了这里 他讲的太长了 但是我觉得就足矣了 要懂得今天我们面临的现实的社会 那说回来还是那句话 想想那个推背图 一个东方的女孩 弹着皮吧 从西方来到了中国 有功无鉴 摔在地上 玉兔 善的力量化解一切 这前提是人心的归正 今天我们就处在这个当口中 拒绝邪恶 是我们每一个人尊重自己的 基本的概念和基本的条件 我相信在 所有看过我节目的朋友 我相信每一个人对这个问题 都应该做出选择的 因为2015年 就是大审判的年代 大审判的概念 是我们每一个人 必须做出选择的一个过程 一个结果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